講起峽谷 大家可能只會想到屯門的青山 但你知不知在高樓蜜閘 富豪集中的九龍北架山都有一個呢 還要比其他峽谷更加深 更加高更加險 雖然聽起來很可怕 但只需走十五分鐘便會到 沿途還發現有個長幾十米的防空洞 全程都要屈住身單人通行 但去到出口竟然無路可走 如果你都想暫時逃離城市 就和我一起出發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和我兒 她是幸宜 其實現在我們在香港電台的門口 其實我們不是接受訪問 而在這裡其實是我們今天的出發點 因為今天的路線都是非一般的行山路徑 所以我會仔細小小去教大家怎樣走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出發 首先大家可以坐巴士或小巴 去到香港電台下車 沿著廣播道向上行 會見到左手邊有條樓梯 上面有指示牌顯示去農場道公園 上樓梯之後轉右還可以見到獅子山 去到橋底就是車水馬龍的農場道 開車經過得多 但走真的是第一次 上天橋之後過馬路 還會見到獅子山隧道的入口 這裡多車多煙都是不宜久留 下樓梯之後沿著農場道上大約五分鐘 就會見到右手邊有條樓梯 上完一條要再上一條 現在就會到我現在的登山入口了 話說為什麼我們無緣無故會上來這裡 是因為我們之前無聊想做一個情侶之間的遊戲 就是我帶她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她又帶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後來我就選了北架山這個地方 北架山這個地方是我算是走得最遲的一座山 你看人家被我們爬上去的 嘩 嘩 結束 結束 這邊有加繩 嘩 好濕 這座山怎麼這麼脆 繩子都藉繩子 知道有多難色 縮身我沒有 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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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之後其實就走左邊 為什麼要選這個座山呢 因為走得最多次出來是最多回憶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我那時大學是讀城大 是這樣的 最壞的是你,看我 還要告後拍你,你搞的 糟糕了 小心點走到這裡,太斜了 下面的石,全部碎了 這些是泊樹嗎 這些是松樹,不是泊樹 你看這些,有山到整座山 這裡是滿山都是的 這裡呢,留意每棵樹都有個名字 為什麼呢? 證明他們很珍貴 這裡有CD 你不要亂就行 這是什麼? 但這隻CD後面已經 變成像一塊石紙一樣 超漂亮啊,那邊看見獅子山 那邊上面超多人 因為其實我大學是到成大 而我每一次去 在餐廳吃東西,午餐時間 晚上也好 露天的餐廳是可以看見北架山 吃不到 為何受傷的總是我 我剛才被這隻椅子插到我的腳 我看到好多刺 哇,好痛啊 我今天訪問這傢伙 我已經整身了兩次 但是呢,我因為知道你經常都會整身 我已經帶了不同款式的膠布出來了 你給他看看 這隻剛剛用的 防水湯米 對,我猜不到有這麼漂亮的膠布 多漂亮 然後還有太陽油 溫下水 其實這些都不是我用的 濕紙巾 這些它從來都不會帶的 防水我自己也很少塗 但我會特意帶出來的 不過它行山是很少整身的 通常整身就是我 其實我們已經到了沖溝的範圍 這裡好像已經是不假沖溝了 蛤?那個溝呢? 哦,這裡是有一個懸崖位置的 多了很多樹 多了很多松樹 我自己上一次來 大概是一年半前 我很肯定這裡這麼多松樹 全部一棵都沒有 全部一棵都沒有 不見了 這個位置是看到V型的 應該不只這麼小 是很闊的 我自己上次來 我還記得這個位置 是最佳高的水位置 因為是完全沒有擠冒險 真的會看到一條衝溝下去 然後前面就是那裡 你小心啊 大家走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真的好像沙灘的碎石一樣 他說剛才一個不是氣肉 要再走高一點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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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個地方性價比真的極高 我們下一次上來好像 如果不停的話 不是太15分鐘已經上到來 原來這個城市中的沖溝 是比起梁田坳和屯門一帶的沖溝 完全是另一種感覺 真的想不到 這個沖溝是位於北架山和獅子山之間 由於這一帶很多都是抗食力比較低的花肝岩地質 因為長期受到流水的沖沙侵蝕 而形成了沖溝的地形 沖溝外路的部分 面積大概有500平方米 而山谷近有20多米深 感覺上好像比屯門的月牙谷更加陡峭 更加有氣勢 而最特別的是這裡和城市非常之近 有一種既遠亦近的感覺 現在沿著這條沖溝脊位行 大家真的要重新小心 因為它比起梁田坳的峭谷碎石 是更加易碎 樹根都已經外露出來 好像隨時塌 我覺得樹都是不安全的 這裡預計的高度 沖溝也有20多30米 跌下去真是狗射一身 但前面已經看到整個九龍區的景象 所以大家不要走得那麼遠 不要為人打卡 但這個位置真的很感受到 大自然和城市之間那種很緊密的聯絡 好像在旁邊的感覺 如果你要看自然奇觀 在外國可能真的要 不知道坐多少個小時的車 你才可以看到 但在香港是說走15分鐘上山 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 看完這個沖溝了 喂 剛才你說什麼 你去城大望上來就看到這裡 那城大在哪裡 沒有的 這裡只可以看到這麼大 那城大呢 城大在我們右邊 因為這個只是北架沖溝 北架山其實也是在我們右邊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是遠了 不是啦 這是泡台KOL 我現在要你看一些 你最喜歡看的東西 這裡有泡台嗎 這是北架山 這裡不是拍架山才有拍 拜拜啦 沖溝 這條沖溝是一路都不會完的 這條沖溝 在那邊 它一路都不會完的 喔 真的很長 但剛才那個位置應該是最清晰 最寬闊 最容易拍照 這裡整個地上都有很多松果 嘻嘻 放下它啦 好 這裡來阿樂 好漂亮啊 這一帶呢 你看到整個山頂 到山頂都很多的松鼠 其實你右耳會聽到很大聲的斜聲 但你左耳會聽到小鳥的聲音 兩種不同的聲音 你會覺得很民意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就覺得 That makes sense 你看我的手 我有一個十卡鑽石 看到嗎? 多閃 現在要爬 百多米左右上去 每一級 到我的一半 腳要爛到這麼大 才可以上去 不容易 1 2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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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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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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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錯過了 剛才他還說是野豬爐 其實就是他去那個防空洞 如果我們看地圖一起看 他像是右邊 應該是這條山鏡的右邊 好,我們現在嘗試走右邊 看看有沒有 能不能夠成功找到那個防空洞 原來就在前面 有,走了幾步 嘩,超瘋的 不要說笑 你真的知道我喜歡玩這些 小心頭 這塊牌寫著什麼 小心頭,你比較高 原來看到這個牌子左邊有一條路 那邊有什麼洞 應該是這裡可以穿 這邊好像已經有盡頭 看到了,看到了 哪有盡頭,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選一條路 這裡 我是剛剛好站在那裡 應該是160左右 那我就站不住了 進來是有一種很冷的感覺 很涼,很冷的感覺 其實它也不算是很長的 這些應該是花光藍 還覺得很長 很長 走的也有 我好像看到少光園 看到光園了 我看到少光了 前面有光了 出來了 哇 好,我們現在的洞就出來了 其實幾分鐘路程 你估計有沒有 一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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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米很長 我覺得是三、四十米 挺有趣的 但是進入這些洞 真的有某程度的風險 大家要自己小心一點 但是這一邊 就這樣看 是麥林路 我們要沿路走過去 那就可以了 那現在是我帶頭的 很明顯 這裡室內的溫度 是比外面更冷的 好冷啊 這裡真的 這條樹根在上面 延伸進去防空洞裡面 所以大自然的威力很強 至於有位給它有泥的話 它就會想試生長 剛剛進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碎石 大家要小心 繼續上山了 快點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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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呼 我們到了 到了 到了 看後面 但是呢 說不及了 太陽已經下山了 但是剛才我們也太匆忙了 其實也沒有時間聽就是 究竟為什麼你會帶我來這裡 最後說明是一個最記憶的 因為我以前的我是完全不走山的 以前我是很喜歡打機 還打到有Ranking 好 打到有Ranking 意思是由早到晚 又晚到早 或者簡稱一個比較專業一點的明星 你自稱自己 真的很厲害 當時 我們打到可以 頭十位 第一位呢 連電鍵選手都不夠打 超 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 想走上北架山 我未走山之前 我不會知道走山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很純粹覺得 坐山那麼近 就試試走上去 就是這麼簡單 你第一次走你 你會不會走上去 走上去 嘩好累啊 喘氣了 我好像也有跟你說過 我是肥仔 86公斤 矮近90公斤 我知道可以衝到 現在你也是 現在你那個豬腩肉都不會 不是 那一七十多 我不知道一會兒你這裡看不看到 其實你會看到 基本上你看著城大 你會有種感覺就是一步之遙 那不如試試走走走 上去山那裡的感覺 是一片的靈性 你可以好好地去思考任何東西 生日任何東西 你可以看回自己住的社區 你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很微妙的感覺 以前可能只是在這個圈子裡生活 但是你一放眼在那個山頂上面 放眼去看 看到世界很大 你說的這件事 是造就了它一個很特別的性格 可能觀眾就算看我們兩個的影片 都未必了解我們兩個性格的全部 但是呢 他這個人是一些很豐富的人 就是其實那些 祭事都被你看透了的人 不是啊 不是啊 就是看透到一個點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想X你們 怎麼那麼誇張 他吃素 他是可以說吃素就吃素的人 是不需要過渡期啊 因為他說 其實也是一種 沮喪的感覺 對他來說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 真的蠻尼尼的 OK 所以這一座山對你來說 是一件我 真的一個孫子 陪伴了我大學生涯很多年的一座山 Anyway 這個活動是未完結的 雖然他走到這麼多地方 可能他認識的地方 比我更多 但是我都不是留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有下次的話 我不知道那條片會有什麼時候拍 總之就是 下一次就會輪到我去帶他去一個 就是令我很印象 那我就會帶你去 而那個地方呢 他是絕對沒有去過的 我的手段是給的 不如交換你拿 交換 啊 斷斷斷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兩個 可能比較深入少少的一面 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鈕 按鈕 或者給我一個讚 或者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而下一次究竟我會帶他去哪裡呢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前面的夜景現在很漂亮啦